好久沒有出來上班的侯佩岑 終於合體林志穎 林心如 一起出席代言活動 不過這日前好姐妹李靜蕾 和王力宏的事鬧得沸沸揚揚 被問到這件事她也回應了 真心的希望他們都能夠好好的 力宏跟靜蕾 兩個人都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還是認為這個時候 多一點空間 多一點時間 多一點祝福 真心希望他們能夠好好的 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上個禮拜是家事法庭 所以你有傳個訊息來問候他們嗎 這個我沒有特別 我覺得其實這都不重要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是 他們能夠安下這個心 然後好好的去把 想處理的事情 想解決的事情 卷滿的讓她完成這樣子 不愧是高EQ代表 而之前帶媽媽上實境節目 意外引發爭議 她也罕見說出心裡話 其實我 我覺得多多少少還是會有受傷 震撼到自己 就是自己有覺得受傷也有害怕 我覺得我好像也有招黑體質 那我慢慢的就盡量正向去 去排解 對 因為這個我能體會 因為你們是第二季嘛 那我們是第一季 那因為一些剪接預告 所以也讓我媽媽變成惡婆婆 其實她也不是這樣子 事實上她是一個非常好的 你也碰過 非常好的 所以我懂那種心情 所以如果要 要把它完整的看完 大家才會懂 大家不要去 只是看片面的東西